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有关守候的故事 注集一场人生的不悔 金门厚峰是一个开发历史久远的地方 郑成功渡海来台 旗下大将洪旭落脚金门开发 导造出后峰聚落的世代荣景 后峰村内的百年古宅 诉说着这段辉煌的历史 但是没有想到 金门因应小三通的出现 大肆开发水头商港 在不断扩大腹地面积下 锦铃水头的后峰 也成为开发的目标 这里就是一个水头商港的主要地方 那就是把后峰港 这个渔港完全否结掉了 那这里就是完全 就是水头商港的用地 它就是挖中间的泥土 来填上面做腹地 那现在因为碰到 下面都是盐盘 在碰到工程上 已经有一些点类了 那未来就是挖的土填在这边 把这里全部的 这个区域全部破坏掉了 数百年的聚落历史 在村外海滩即将填掉之际 面临着重大危机 后峰人一下子 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巨变 洪德顺是金门后峰人 在参与社区营造工作后 了解故乡的生态价值 于是投入环境保护运动 守候故乡的海洋 这几年是从本来 这个会关心整这个港跟这个生态 是就是92年 我们这里参加一个社区营造 那候选文件会92年的社区营造点 那社区营业它办了一些研习课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 找出我们真的后峰港 包括我们金门 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那就是这个自然环境 在后峰海域 有一项珍贵的生态资源 那就是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后存在 并且以后峰摊地 作为繁殖的自然基地 小时候是非常多 多到我们这里的人 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当肥料 那也有少部分的人 就是拿去当吃 那现在保育观念比较足重了 那也数量也变少了 也没有人在吃的 其实我们小时候 对这个东西的话 很是知道后 但是就是说 因为数量太多 多的就是说很不以为意 那是到我们出去工作以后 奇怪很多人就是说 一直在谈这个后的问题 成保育类的后的问题 那这几年社造 社造我们到台湾去交流 参访 奇怪我们村子里面有的自然环境 怎么在台湾 在台湾的本岛都找不到 那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我们好好来再营造这样子的一个 生态旅游的一个环境 洪德顺在知道后的珍贵后 成为一位守候之人 五年来每逢六到九月后的繁殖季 都会到摊地上观察后的生态 我们每天上就是下班 那或者上班之前 从早上到六七点 就是把这里当作是一个运动 那就是带着狗这边来晃一晃 那每天就是观察就是 从这个摊地 那包括后的壳 那和每天的数量 长期的观察 资料的阅读 让洪德顺成为一位后的生态观察家 熟悉后在繁殖时的生物行为 这个是它退下来的壳 它会从前面这里 这支机器人退掉 它会从前面这里拆开 从前面这里爬出来 这样爬出来 像这样子大小大概几岁 这个应该大概一个多月 到两个月 这是之前一两个月孵化 因为它来这边 大概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它来产轮以后就是 大概两个礼拜两个礼拜 它就一直枯发 一直分批次的枯发 它分批次的枯发就在这边 一直自己游走 自己游走 认识后的生态 让洪德顺更加确定 后风摊地保存的重要 于是他开始以个人之力 为摊地保存奔走 在金门 推动保育运动并不容易 除了观念并不普及 加上传统人情顾虑 常常是多做多人闲 洪德顺五年下来 除了成立保育协会 不断投书成情 只能利用闲暇时间 举办小小导览活动 推动保育工作 你看哦 这个房子上面是不是 有燕尾跟有马背 有没有看到 燕尾跟马背都重置 你去金门看 有没有第三间房子有 跟这两间不一样 这间跟那间 看金门有没有 有一间很香妙耶 对啊 以前他们住的 就这样子啊 用自立的方式 洪德顺邀请金门学童 到社区参访 想将厚风的美 介绍给大家知道 好烫哦 这里有一只大的 大部大部大部 停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前面有没有看到 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你看哦 它的尾巴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那它现在 它现在一部分有泥巴 有一部分水 所以它不怕热 太阳再大它也没关系 好 这个大概有两岁到三岁 它这个大概只有 大概三十天左右 它出生了一个 出生了一只小一只 大概一岁 这个大概两岁 那它的岁不是一定是要一年到一岁 那它大概十几天就算一岁 那十几天就算一岁 就退一次壳 我们刚才剪到一个壳 就是像这小小的 你看哦 它这这么小哦 要长到十年才可以产卵哦 你看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上次来看来比较多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没有看到 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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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厚的繁殖期间 整片摊地就像一座生态教室 珍贵稀少的厚 全都在摊地上出现 大了啦 这只也是退壳的 是哦 这么大 这只也是退壳的 它退壳从这边爬出来 还活的 没有没有没有 退壳的 它从这边爬出来 有没有看到 它会放壳 脱壳 从这里摆出来 它摆一次就大一寸 它摆一次就大一寸 这是它的眼睛 这个 三个 对啊 它有三个眼睛啊 这一颗是什么东西 这个眼睛啊 眼睛在这里 这个也是 这个怎么没有一颗 没有 它会只是方向 这个它会跑方向 嘴巴在这边 嘴巴在这边 衣服什么颜色的 嘴巴在这 它吃什么 衣服什么颜色的 是小螃蟹小东西 嘴巴在这 有没有 有看到吗 这一坑有看到吗 它速度这么慢 它怎么吃不到东西 它是在 就是爬下面 把下面盖住 等一下 等一下 把这个 你看这个抓起来 就是往里面送 这些抓起来 就往里面送 嘴巴在这 抓到维生物 嘴巴在这 抓的东西就往里面送 当门在这里 当门在这里 放在这里 好 来了 快点 快点 在摊地远方 发现一只受困鱼网的公后 协会成员解救它 引来小朋友一片欢呼 我把这个刷掉 救了他吗 对啊 你看那个哥哥救了他 招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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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条刷子抛掉 有没有 我们今天救了一只后 你看 这些工的 这都超过10年 他10年他现在是繁殖期回来 他如果他没繁殖期 他就没回来 他回来都是来繁殖 都一堆一堆 他这个工的就是头前有一个弧度 有一个切口 母的这边是完全黏的 把他救回来 再来是他的脚 他的脚 他的脚弓的 就是两只脚 就勾在母的后面 他弓的在上面 就是这样子 他任何时刻都是两只 一起出现 他很少就像这样子 罹难了 他才是一只 来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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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好 换了 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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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实地观察 小朋友接触后的生态 在他们小小心灵内 种下保育的虎苗 他会牌 跑得蛮快的 洪德顺也会利用这个机会 告诉小朋友有关七地破坏的问题 你看他现在怪手一直挖 要把这里挖掉 把它填起来 要做一个山 要给大船停 你们要大船还是要小船 小船就是那个钓鱼的船 大船就是在那个观光客 在后桂轮 你要喜欢哪一种船 小船 为什么喜欢小船 因为可以钓鱼 因为可以钓鱼 如果来这边 这样聊聊的 高不高兴 那以后如果这里用 变成水泥好不好 不好 水泥为什么不好 水泥大船 那可以载人去国外呢 哦 这不能看到很多 雨锅的动力啊 这不能看到后 面对后风开发问题 金门县政府 以异地富裕的方式推行 希望帮后搬家 但是成果备受质疑 因为现在年母后要抓去 如果政府要抓去用 人工复化年母后的来研究 都有问题 前两年都是跟大陆买的 一对好两只跟他买 200块到300块 买回来养 养一段时间再来 因为他这段时间来的 里面都有卵 他卵都是把它去做人工复化 把它逼出来 至于说水泥手去两年 就是去年前年 一直这样野放的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回来 或者复役的成果怎样 我们荒野保护协会也行了一个文给他 问他就是说 故意的成果怎么样 他说没有资料 他说我这几年 故意的没有资料 就是石沉大海 填平摊地的工程不断进行 洪德顺依旧用着微薄之力守候故乡 对他而言生态无价 故乡更是不能背离 这样子的工程把这个厚的主要栖息地 跟这些磕石 跟这些补仪的文化全部摧毁掉 那这样子一个自然环境 从这样工程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划不来的 因为你花了这二三十亿 那你再花两三百亿 也不可能造一个自然的这样子一个环境 在金门厚峰 一位守候人走在沙滩 谁知道每一个步伐后 那种沉重不舍的心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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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